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一提议遭到了马尔蒂尼的反对 最终无疾而终 这位女男旗帜一边力挺自己的前队友 一边在俱乐部中融络与自己之同道格的高层人士 正是通过他的不懈努力 加图所才能留任至今 不过这一切都是媒体的猜测与分析 并没有得到俱乐部方面的证实 而加图所本人在对阵斯帕尔的新闻发布会上 更是对这一传闻进行了反驳俱乐部 并没有给我下什么最后通牒 我感受到了来自马尔蒂尼与莱昂纳多的信任球队 在任意球方面无法创造出威胁 我们正在研究这些问题 但尚未取得效果 我相信恰尔汉奥罗他早晚能发尽一力 除了他我们还在和阿尔罗一起尝试新的解决办法 至于恰尔汉奥罗的转会传闻 只要我在那一天 他就不会离开除了加图所 莱昂纳多本人在接受采访时 也对这一传闻进行了澄清 受困于财政公平政策 我们无法引入很多的高水平球员球队 也确实在近期遇到了困难 但一直以来 我都没想过换掉加图所 美女和阿尔肉 我都没想过换 自己的地方 我都没想过 我真的没想过 了 与我都没想过 你不想过 你这下个人 你那天